大家好,我是Another Watch Magazine的Louis 有觀眾留言想看Parmigiani 36和40之間的比較 所以我們今天就一次過借了六隻錶回來給大家看看 看錶之前不如我們都簡單介紹一下Parmigiani這個品牌 創辦人Michelle Parmigiani先生在1950年在Nuchatel出生 然後他就在瑞士獨製錶 然後在1976年正值這個石煙風潮的時間 他就開了自己的鐘錶維修中心 其實Parmigiani先生很專門去做一些活動人偶和古董事計 在行中已經出名了 而且他有幫一些拍賣行去做一些拍賣品的維修工作 直到1980年他就復收了一批很重要的活動人偶 還有懷錶的收藏 而這個收藏品是來自一個叫做Muray Santos先生的 他是在瑞士巴蘇一個很出名的藥廠的家族創辦人的兒子 他除了自己本身是一個作者 一個詩人 一個音樂家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鐘錶收藏家 其實他的collection是非常之大 在瑞士來講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收藏系列 Parmigiani先生就得到山道士家族的賞識 就由山道士家族基金會 就投資給他創辦了他自己的品牌 就在1996年就出現了Parmigiani Flairier這個品牌 接著去到之後的十幾二十年裡面 他就有很多不同的時計推出了 但是其實很多時計的設計上高 他的靈感都是來自他當時復收的一些時計 在2021年 Gildo Tureni先生就加入了Parmigiani 就將這個品牌開始推向年輕化 首先他最重要的一步就是 將品牌的標籤簡單化 而Parmigiani Flairier的標籤就變成PF 接著他就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手錶 一些運動型的手錶 包括最重要的Tonda PF Series 今天我們就特意帶了六隻Tonda PF的手錶給大家看 其中三隻是36mm 另外三隻是40mm 頭三隻是36mm 其中一隻是紅金鏈帶 紅金錶殼的錶 他用了鑽石的時錶 另外就是一個酒紅色的錶盤 另外兩隻都是鋼殼 但是他用了一個Platinum的錶圈 現在一隻是用了鑽石的時錶 另一隻是沒有的 沒有鑽石時錶那隻大概16萬左右 另外一隻有鑽石時錶的 就是21萬5千元 另外剛才說過紅金鏈帶 那隻是42萬8萬 另外三隻40mm的 有兩隻是Skeleton設計的 有一隻Skeleton就是鋼殼鋼帶 售價大概是51萬左右 另外那隻是紅金鏈帶 售價是76萬左右 價格相距也挺大 因為始終有金的鏈帶 但材料多一點就貴一點 再加上它是Skeleton Skeleton要的功夫真的多很多 所以你看到價格差距也挺大 另外一隻40mm的 就是鋼殼鋼帶 機殼花紋鏈 售價大概是17萬多 我們這次想讓大家看到的 就是一些不同款式 它主要是36和40mm的一個比較 這次就一次過看了六隻 Palmigiani Tonda PF 的手錶 如果大家都像那位觀眾一樣 有些特別的錶想看的時候 歡迎隨時留言給我們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麻煩你幫我們like share和comment 下次再見 拜拜